矫者 有物如矫 古名婴挺是也 也就是女性的婴道 生长在外显的婴镜内 但也有的时候 婴镜是内化的 包裹在婴尘内 而婴道又长在我们所谓的婴镜内 这类所谓的矫者 有些是两种生殖器都能用 这就是历史文献中 二行人能够男女自如的记载 哈喽大家好 我是达拉Samuel 欢迎来到Samuel的历史小教室 今天是我一直以来很想谈的 多元性别主题 只是从前碍于尺度问题 一直没机会做 但我最近看到 我Follow的频道访谈 让我想到一句话说 近身和无知 是造成社会 对少数族群不谅解的诅咒 所以今天想要来跟大家介绍 自古以来的阴阳人 可能大家会以为 Oh my God 你怎么可以用这种 骂人的词 应该要用双性或见性人 Intersex来称呼人家 但这个观念其实就像 现代广东话跟福州话 在同性恋污名化时代 骂人家弃地 意思就类似像南纪 但原意只是明清时期 福建的南南婚姻 为中性词汇 同样的 阴阳人身为自然界的既有存在 旧社会的无知 导致了我们在主观上的偏见 他们不应该 为这些因素背负着污名的舆论 再者就是其实用双性人也不是很准确 因为阴阳人的性别特征 就像是自然的连续性 通俗来说 就是每个个案内外生殖器上 都有非常不同的构造 例如有些人是阴晶长在阴唇内 与阴道分离 有些人则是阴晶包覆于大阴唇 阴道又在阴晶里面 这些非典型的生殖器外形 无法被二人化的性别分类 其实这像东西方人的鼻子高矮与形状不同 即使我们主观去归类什么罗马鼻 阴勾鼻、蒜头鼻 但因为个人的观点不同 实际上成熟毫无意义 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归类我们自己是哪种鼻子 然后再被社会所谓的普世美感攻神 同理 阴阳人也不需要因为二人性别分法 而去选择学习某个性别的个性与行为特质 甚至去寻求不可逆的方式 来求得某个性别的归属 Anyway不好意思我的前文讲太多了 今天我是要来以古建经 谈谈历史上许多的阴阳人记载 以及和以古集中对于复合性器官的考证 来探究阴阳人被古代中国迷信所污名化的流变 其实在中国许多智怪小说中 精怪先灵幻化阴阳的记载不深枚举 最广为人知的 当为魅惑众生的狐仙 除了变成亲国美女 还能幻化为兼淫妇女的男子 而这些在明朝被用来创作的文学主题 是出自于上古五行学说对天象变异的解释 其中就有信真上女变男男变女的记载超级多 阴阳人最早能追溯到东汉末年汉宪帝时期 当时的四川有男孩长成了女子 占星家就根据异传预言这是改朝换代的前兆 并举证汉埃帝时期曾经发生过 并导致了后来的亡莽窜汉 果真不久后汉宪帝就被 霞天子以令诸侯分裂为三国时期 而后世多数的朝代 也都将生理性别转换视为不祥 这其实是那位阴阳人的性器官在生长时 看似是男生的鸡鸡 但随着成长会发展出不同的形态 他也不一定是女性 因为内生质器也可能与外在不同 在现代看来 并不需要为这个个案定义他的性别 因为性器官本来就是自然连续性的创造 而非典型的二元化性别 这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 到了晋慧帝时期 则有女孩化为男子的案例 河南女孩周世宁八岁时逐渐长成了男性 约十七八岁才终于被确立了性别 而史书将五胡乱华 外族同龄北方的起因归咎于他 同时期还有苏州人谢真所生的孩童 兼有男女生殖器 刚出生就是成年男子的声音 但隔日就死掉了 这被解读为皇帝无道成子叛乱的象征 然后也是把八王之乱归咎于这个婴儿 证史中还记载了洛阳有味成年的阴阳人 同时具有男女性的生殖器官 并且能够使用异常的淫乱 然后把阴阳人的出现归罪于西晋男风圣女色 是男女乱气现象而产生的恶性报应 like what the fuck 五行学说虽然用于政治哲学颇有成效 但常常乱套拥在女人与性小数身上 我也真的是 excuse me 到了宋徽宗宣和年间 东京城有个卖水果的男子怀孕 因为产婆都不愿意帮他接生 即使换了七个人 最终答应的产婆 也在男人刚要分娩时就逃走了 同时同弟还有一位女性 自始多岁了突然长出美丽的大胡子 于是被皇帝下诏出家为女道士 这位妇女并不是阴阳人 是基因关系产生的雄性激素分泌过多 而同理 卖水果的男子也有可能只是被二人认知 所误导的女性 在婚后某个时期 男性荷尔蒙突然爆发 而以男装去应对社会 这两个案例告诉我们许多生理特征 也都是无关性别 并非是只有男人会长胡子 女人才有乳房 有些女人也会长胡子 男性也有乳汁 只是多寡的问题而已 就像上面所说的 它是一个自然的连续性 而不是畸形 明宗正统元年 在江苏太苍市 有两位阴阳人 称作二行子 这是最早确立阴阳人的专有名词 而且是出自官方修的太苍州制所在 然后清末时的文人李庆诚 在小说中曾经提到 他的七世祖 在太苍担任地方首长时 曾经有一个富豪家的女儿 与尼姑交好 后来尼姑让他坦白说自己是二行人 平时与女性并没有差别 只是遇到男人可以当女人 遇到女人也可以当男人 于是他们发生了性关系 导致婚前怀孕 富家女才刚过门到富家就生下了孩子 丈夫慎怒之下高调把他修了 女子因此而自杀 追查下 那位尼姑也神之以法 但我稍作考证后 发现这个小说的作家 他的七世祖 是万历年间的一个举人 相差了一百多年 而女尼兼营妇女的 是出自南宋时期的社会事件 广州的尼姑董诗秀 因为身得貌美 游历各地 并用相同的手法 与上百个富家少女发生关系 最后董诗秀被神之以法 受葬行二十 脸上被烙字 并关押起来查证其他相关的受害女子 而这个判例被南宋末期一个几乎相似的案件引用 并被明代人编入了疑狱集 作为判决参考的案子 判决的原文如下 在天之道约阴与阳 在人之道约男与女 董诗秀身代二行 不男不女 视为妖物 所立诸州县 富士大家 做过不可没举 在这段历史中 阴阳人从五行学说 就不被认可的状况 因为社会案件发生 又更加剧了阴阳人的负面舆论 但其实无论男女 当时这样子白人展都会身败名裂 但阴阳人就是很虽小 莫名其妙的被群体妖魔化了 到了明目中时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 当时有个官员到山西地方考察时 发现男子李良宇 原本有娶妻 却因为贫穷而离婚 他自己去给人家当帮佣 却在龙庆元年时 发现偶尔会腹痛 四个月内阴囊就凹陷入腹 变成女子的阴道 伴随来的是月经 而28岁的他 也顺应变化成为了女性 这部分虽然听起来很无稽 但我认为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他因为基因上是阴阳人 又遇到性晚熟 因此突出的外生殖器 让他前半生认为自己是男性 但他的内生殖器却有子宫 也有可能是同时拥有搞完的 可能听到这边 大家会觉得到底在讲三小 不要拿一些拜官野史 来那么认真的讲干话好吗 但我必须说上面的文献有八成 都是出自证实记载 接下来我会用本草纲目 来比对现代的案例来讲解 首先要跟大家澄清 我们所谓的不男不女 其实是出自医学的名词 指无法行方式或者生育 医书本草纲目中 对此有详尽的会诊 先是五种无法生育的不女 脉纹骨脚罗 首先脉者 一生精水不调及绷带之类 指的是终生惊奇紊乱 白带分泌过多的女子 这是典型的妇科病 但也不全然都是补孕啦 古时候的样本数不够高 所以也就是抓个大概 再来 闻者 翘小及时女也 翘是指女子的阴部 时指的是充盈 也就是阴道的动态小 行方式会极度困难 接着是骨者 无翘 如骨 就是内阴部缺失 没有子宫与子宫颈 甚至没有阴道 外观就像骨一样 这两者 蚊与骨 都是在胚胎时 因旁中肾管的变化不同 所产生的先天性阴道与子宫缺失 后面要讲的两个 都是阴阳人相关的性别特征 裸者 拼翘内 玄有物 如裸也 白话就是阴唇内 有个像田螺般的部位 由于描述抽象 这有两种可能 其一 是阴地肥大 其二 则是我们所谓的男性生殖器阴晶 它与阴道分离 有些有功能性 有些人则无 最后一个 角者 有物如角 古名阴挺是也 也就是女性的阴道 生长在外显的阴晶内 但也有的时候 阴晶是内化的 包裹在阴晶内 而阴道又长在我们所谓的阴晶内 这类所谓的角者 有些是两种生殖器都能用 这就是历史文献中 二行人能够男女自如的记载 It's real 再来跟大家介绍五种不难 天 见 露 雀 变 天者 阳尾不用 古云天幻是也 也就是勃起性功能障碍 先天性的不举 再来 见者 阳是焉去 四人是也 这是后天将阳聚切除 如宫中太监之类的 露者 心寒不顾 至藏 遗漏泻也 金虫不健康 或是 平凡梦遗 或早泻 还有 确者 举而不强 或见敌不心也 因为心理因素造成的勃起障碍 或不持久软掉 最后的变者 体肩男女 俗名二行 这是具有雌雄同体的性器官 有可能是近似于刚才说的 不女中 矫者的性器官 能够由于两者之间 19世纪法国的摄影家 Nadel 曾接受过医学家的委托 拍摄这组 有着两种典型性器官特径的照片 在他的阴莖下 有个类似阴唇的开口 阴道在那里面 而尿道口是位于肛门与阴道之间 这组照片问世后 引起性学与医学界的关注 甚至被用于生理性别手术的参考资料 说到这些所谓的治疗 或把这些非典型的性器官当作残疾 我就觉得非常不OK 阴阳人身体一样很健康 但总有些人会坚称一些 类似什么男性阴心过短是残疾之类的 但明明鸡鸡就是有长有短有粗有细 有的人天生没有搞完 有的人一生出来就有三颗 然后大家都要选择自己不同性爱的方式自由 为什么一定要用阳具崇拜的那种器官 来套量所有人呢 我觉得阴阳人身为自然且既有的存在 在现代资讯发达 明智开化的时代下 我们更应该要主动去了解 去建构一个多元友善 信而无别的文化环境 而不是强迫人家在二人性别中做选择 好 结论 中国自古来因五行学说对异象的解读 认为阴阳人成长过程中的性征转换 男变女 女变男 是主天下变的妖异 但实际上这些非典型的性器官只是自然的连续性 就跟人的鼻子高挺 眼睛大小的差异而已 例如眼皮有单眼皮 双眼皮 还有什么内双多层不连续 And so what 我们所需要的是环境告诉我们 这些天然的特征都是美丽的 而不是将这些特征划分后 去遵从或排斥某些类型 造成其他类型的人对自己的厌恶 而去寻求不可逆的改变 再来 宋慧宗年间的男人生子 女生长出胡子 告诉我们外在特征并不是判断性别的唯一依据 有些女性因为基因不同 在不特定时会突然爆发雄性激素 所以那位生子的男人不一定就是所谓的男性 而长胡子的女人也并不奇怪 就像男人有些也是你知道有入肢的 到了明朝 医书对阴阳人有了详细的会整与考究 但可惜因为南宋时的尼姑百人斩银案 使阴阳二行之人是妖怪且淫乱之说 成为判案中的明文记载 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接触过阴阳人的相关知识 所以对于阴阳人都是抱持额传或玄幻的想法 直到偶然看了胚胎学的文章才发现 婴儿性器官的成型 然后才自己看了国际阴阳人组织中文版的资讯 以及台湾性学博士邱爱之的研究文章 不然许多证实记载我真的以为是无稽的传说 反正都总归那段话 阴阳人是自然且美丽的存在 不需要去改变生理构造 或学习某些行为特质来得到归属 反而是我们应该要消弭无知与偏见的意识 从自己做起 才能给后代建构更友善的成长环境 好 我的影片结束了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然后分享给你们身边 也被性别所困扰的朋友们 我是达达CMU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